组织管理二、组织类型以及组织病相 在上一堂课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跟同学解释说 什么叫做科层组织 那我们知道说科层组织它是适合在环境稳定的情况之下 它可以发挥最大的一个功效 但是它是没有办法适应快速变动的一个环境 那在快速变动的环境之下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组织设计呢 我们的组织设计提出来的叫做矩阵型组织 所以在组织类型这个部分 我们会集中的火力在讨论矩阵组织 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的优点跟缺点是什么 那在组织病相部分 我们很喜欢用各种不同的比喻 来说明组织的一个问题 那组织病相其实就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说法 我们就把组织想象成是一个生病的一个病人一样 会发生很多管理上面的一个荒谬的一个问题 就像人会生病组织也会生病 那生病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要提出一些诊治之道 在组织病相呢 它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管理学上面的谚语所构成的 它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比较有体系的一个知识 所以呢 它在考的时候呢 比较少以生论题的形式来出题 倒是以解释名词的方式来出题 倒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请同学注意 我们来看矩阵组织 或称柵然式组织 会有这样名字的差别 一样是来自于这个英文原文的翻译的不同 大家可以知道这个matrix 这个翻成中文 你讲矩阵也对 你讲柵然也对 所以呢 就是矩阵式组织跟柵然式组织 其实就是讲的是同样一件事 只是翻译名词上面的差异 那我们来看看说 这样的组织形态 为什么要把它称之为矩阵式 或者是柵然式组织 同学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图示 那在下面的这个图示呢 我们用一个实力来辅助同学 认知说这个柵然式组织 它的组织设计的一个概念是怎么样 现在失业问题很严重嘛对不对 那就会想要说那解决失业问题要由政府机关的哪一个部门来解决呢 因为失业问题啊 问题成因啊 包罗万象 所以它可能会是涉及的是教育部的权责 为什么呢 因为教育部可能它所训练出来的学生是没有办法迎合我们的就业市场的造成失业率非常的严重 那也有可能会涉及的是劳动部的一个权责 因为劳动部它没有把这个就业环境把它弄好嘛 所以就业环境很糟糕 也有可能是这个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 当然也有可能是教育部的一个问题 因为教育部呢要把经济搞好嘛 结果它没把经济搞好 搞得大家产业都外移了 台湾内部都没有工作机会 所以失业率也居高不下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那要处理这个失业问题的话 看起来这三个部会都有权责啊 那他们是不是都要处理 对他们的因为这都涉及到他们一个部分的一个权责 所以他们可能都需要处理 所以教育部劳动部跟经济部 可能就他们的权责范围内 就会提出相对应的一个解决之道 但问题来了 他们所提出来的解决之道 可能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们所提出来这个政策的时候啊 还是要去找其他的一个部会来协商说 看看有没有问题 所以呢教育部提出来的方案 他要去跟劳动部做咨询 去做机关会商 那他也需要去跟经济部啊 去做机关会商 那相对劳动部呢 劳动部也需要去跟经济部来做沟通啊 那他也需要跟教育部来做沟通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他们在提出一个政策的时候 他们之间的沟通跟协调成本会非常的高 他们会花很多时间来开会 沟通跟协调 这样子在时间上面似乎没有很经济 那第二个他们所提出来的方案的问题是 因为他们都是依照他们各自的选择 所提出相对应的一个方案 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方案 有可能是相互冲突 有可能是没有一个整合性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存在 这个是他们在交由各个部会来演你发展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有一种组织设计的思考是可以参考的 也就是呢我们去从 为了要去解决失业这个问题促进就业 我们从每一个部会去拉相关的专业政策人才 把他们拉出来之后 独立成为一个专案小组 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下面的图示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去做的话 我们从每一个部会去拉人相关的一个专业人才 拉到特为了要解决失业的问题 我们所呈现出来的这个专业组织 他的组织形态就会长成像这样 在垂直部分从功能部门去拉人 拉人到哪里拉到重向的产品部门来处理问题 真名词要先厘清 这个功能部门指的就是专业分工 水平概念的一个分工 那在产品部门方面 这个名词啊 除了产品之外 这个用词 其实还有其他的代称要来说明 例如说 有些学者会说 这个叫做任务部门 有一些学者说 这个叫做计划部门 那其实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概念都是一样 就是要为了针对特定的问题 达到特定的目的力所成立出来的一个部门 那类似的概念啊 有什么呢 有临时性组织 就是Ad-Hoc Organization 这Ad-Hoc是拉丁字 只是Folice 意思就是说为了做特定的事情嘛 那任务编组也是类似的概念 它叫Test Force 那也有学者把他说 这个叫做专案小组 那这些的概念是不是都一样呢 我建议同学在理解这些概念的时候 你先把它当成同意词去理解它 那他们有没有不同 这方面学界有一些说法 我提供给同学做参考 如果考寿考出来 你当然是可以用这套说词去说明 但是如果没有特别讲的话 其实你就把它当成同意词就好了 因为概念上几乎是雷同的 他们差别差在哪里呢 有学者认为说 这个举证式组织跟柵然式组织 就是这样子一格一格的嘛 画出来 所以呢 这个被拉出来的 这个举证式组织呢 它的里面的成员啊 他必须要同时做两份工作 他除了要做原本功能部门的工作之外 他还要去做产品部门的一个工作 也就是说 这个人他在隶属到 两个部门当中的一个交叉点 他所从事的全责 是两个部分都要去负责的 但是 如果他是一个任务编组 或者是临时性组织的话呢 那就不一样 不一样的点在于 这边被拉出来的人 他就不用去从事原本工能部门的原本的工作 他只要专心全心全意的去处理 产品部门的工作就好了 在这边呢 我们提供一个实务上的一个真的案例 来给同学做参考 这是行政院的一个案例 这边左半边的这个组织图啊 是从行政院的洗钱房治办公室的网站 把它抓下来的 你如果同学有时间 你去点这个行政院的网站的话 他的这个网站啊 的组织架构当中 有一个选项叫做任务编组 在那边你就可以看到说 行政院为了要去解决很多新兴 临时性的一个问题 他成立了很多任务编组的一个组织 那在这边呢 我们用洗钱房治办公室 来跟同学做说明 这个洗钱的这个问题啊 以前好像一直都有 只是进来啊 越来越严重 而且啊 越来越复杂 你原本想象中说 洗钱这个问题 主管机关是谁 要有哪个机关来处理 想当然了 直接想到的是 调查群嘛 或者是法务部的检察官 应该要去处理 这个洗钱犯罪的一个问题嘛 但是由于这个洗钱的犯罪问题啊 真的是越来越难 越来越高深 越来越专业的